他只能鬧脾氣 神氣氣 完全沒有用 所以剪掉 理都不理你 你愛講不講隨便你 反正相關人等 豬雅虎 包括我們講的 沈靜晶只要他們招待了 我愛怎麼處理你就怎麼處理你 沈靜晶有沒有招 有 但沈靜晶有沒有招出全部 沒有 請問一下柯文哲在這個案子角色是什麼 他可以提供給沈靜晶相關的容積獎 對不對 那請問小寶玖哥 容積獎現在還存不存在 沒了嘛 已經沒有用了 容積獎已經是如同浮夢幻影一樣 不存在了 現在對沈靜晶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命要告 我還要命出去 剛才講的 北姐直接認定說 你今天土力金華城的那個20% 整個不法的獲利是111億 這個不法的111億要把你給追繳回來 就代表你中間的確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那犯罪的行為你為什麼能夠說服法官說 那真的是犯罪 那法官給下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將你給扣押 不但扣押以後 馬上到地基障機關給註記 註記出來以後 在法院官司定業之前 這個土地不可以做任何的轉讓 不可以做任何的買賣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可怕的事情 你說今天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今天傳出來柯文哲的冷錢包扶住檯面了 扶住檯面之外 連金藥都出來了 如果你有冷錢包 你有機要 而且現在艾德摩也進來了 難怪法官會同意 把柯文哲一直以為自己是沉默的羔羊 當作人魔對不對 充滿智慧的罪犯 出來都變成笑容我跟你講 他這次不出來 笑不帥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把你搞錯了 我是一隻待宰的羔羊 他根本沒有辦法跟檢調有任何韓寇履歷 柯文哲是待宰羔 對 因為一旦錢查出來 你想想看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不法獲利 他只計算後面的500多億 還沒有算到這個200多億喔 所以他以500多億的兩層代表說是111對不對 那我就問 柯文哲會分多少 欸 今天你檢調是看你們有耶 不是看你們沒有耶 你拿那個什麼500 200然後140萬 請問一下 那個能夠看嗎 當然不能 所以今天找到了嘛 檢調直接找到了嘛 真正的大祕寶在這邊嘛 冷錢包找到了 對 因為冷錢包他找到有幾個嘛 第一個就是他的公藥 第二個他的私藥 還有包括他的記住石 那最關鍵他現在缺乏就是說 少了其中一部的密碼 換人之我知道你裡面 常有龐大的金額 龐大的錢 但是呢 我沒有辦法一探其就近 我也沒有辦法進行扣押 也沒有辦法進行把它做轉移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等於是已經最正確的了說 你柯文哲就是有這個 一來一去 一來一去 龐大的資金跟金流 都在這裡面嘛 所以把我連你搞懂了 為什麼檢調要使出殺手鍵 把這個110E壓下來你知道嗎 為什麼 沈慶慶有沒有招 有 那沈慶慶有沒有招出全部 沒有 他一定是講說有啦 這個幾百萬啊 這個一兩千萬的啦 有啦 但是這個有啦 我是有給他這個相關的虛擬貨幣啦 但沒有交代清楚說 到底整個貪汙的全報是什麼 因為今天到底很簡單啊 我今天要把柯文哲給弄死對不對 我要把他壓下來嘛 但是我請問一下 5000萬壓被壓掉他 我今天5000萬有沒有辦法把他判無期 你說壓不到嗎 社會公信義在講不行 因為大家今天看到 欸 你圖利五百億七百億 我要看到的柯文哲是怎麼樣的 我要看到的是他拿二三十億 我把他壓下去 我把他無期徒刑 這才到底才講得過嘛 你要看到血流成河 對所以今天檢調在幹嘛 以前逼錢 我知道你小沈糟了嘛 否則朱雅一虎也不會出來 否則柯文哲臉色也不會那麼難看嘛 但是你沒有把全部糟出來嘛 那為什麼我說柯文哲是帶宅 各位啊 請問一下柯文哲在這個案子角色是什麼 欸他可以提供給沈慶晶相關的容積獎 對不對 那請問小寶寶哥 容積獎現在還存不存在 沒了嘛 已經沒有用啦 北姐已經幫你打叉叉了 對我把你假處分 那未來台北市政府還會給你停工 銀行還會給你抽雲根 所以至於沈慶晶而言 容積獎已經是如同浮夢幻影一樣 不存在了 現在對沈慶晶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命要告啦 我還要命出金耶 我如果持續跟你這樣靠下去 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搞不好最後一面 就直接未來下半被招在牢裡面 所以你柯文哲對我的神經力來講 還有沒有任何作用 你知道你說 檢調單位沒再跟你談判的 檢調單位直接拿你的命來威脅你 你想要用去保金華城 我告訴你金華城已經 沒得保了金華城已經沒了 現在只剩下你這條命 你現在要思考的是 你要不要你這條命 對保證一件事情好不好 金華城絕對沒了 道理很簡單 今天檢調做這個動作 就是在跟沈慶晶講說 你死了這一條心 死了這條心 因為沈慶晶她 賭的一個盤局是什麼 我要錢不要命 其實現在還有錢嗎 沒錢你只能保命了嘛 我等於把你 這麼肯 當然我給你銀行銀根一抽 北市府一停工 對不對那請問一下 金華城是不是整個就垮了 不要講金華城耶 整個衛京集團都有危險 對 所以對小水來講 他現在考量這不是錢的問題啊 已經沒有賺錢了啦 但他當時工作的是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檢調現在提供出來幾個嘛 比如說小省150 他是對我們確定了 這個真的是金額 因為包括賴香檸 他也在這個名單裡面 包括高雄安也在這個名單裡面 那他這個是110嘛 110不可能我講說電話號碼嘛 你也不可能我講說 半夜1點10分 找賴香檸出來喝咖啡嘛 所以確認了就是錢 但是檢調看到這個 絕對不以為然吃吃一瓶 你開我什麼玩笑 我跟社會大眾講說 700億的大案 我抓到了柯文哲 收費1500萬 民眾能幸福嗎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嘛 所以說神經經理 大哥啊 我看你看你有定 你不要跟我講算 到底那個冷錢包 也就是真的大條的 是5億 10億還是20億 你怎麼給 我給了多少 什麼時候交付 只要把這個交代出來 柯文哲基本上 就控制他 但我就訪問最後一個問題 柯文哲現在階段 他可以做什麼動作 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影響力了 保健哥 你不要誤會了 所以他要不要異訓 根本不重要了 現在唯一做的一件事 你只有一個 代宰高揚 他只能鬧脾氣 神氣氣 完全沒有用 所以剪掉 理都不理你 你愛講不講 隨便你 反正相關人等 朱雅虎 包括我們講的 沈金晶 只要他們招待了 我愛怎麼處理你 就怎麼處理你 學武道 我知道檢察官狠狠 我沒有想到這麼狠 他真的不惜整個精華 危經濟在我前面土崩瓦解 我也不在乎你今天 沈金晶的命能不能維持住 我這個案子逼下去 就看你沈金晶剛剛講 你本來做的如意算盤是 反正我官司繼續打 我的房子繼續蓋 我的房子繼續賣 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 你沒有房子了 你的精華層已經變成了泡沫了 接下來是你要不要 你這條命了 保佳我這樣子 我大概兩三個月前 到這個危經的中公大樓 我跟沈金晶單獨談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把這個話再重複一遍 當時我就勸他 我說你千萬不要跟當道作對 我說你去挺柯文則是錯誤 對 然後我沒有要作對啊 但是他是賴皮的 我說我 因為我不是要跟他溝通 對 他找我去問我的意見嘛 那我的意見我就 我就 我好朋友我就告訴他 我說第二點很簡單 我說你現在唯一的最好的一招 你就找你的律師商量 看看可不可以當污點證人 早點當污點證人 你就把這個事情了掉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你知道吧 他說我沒有送 我沒有送紅包 我沒有賄賂 沒有 我說那還有第三招 我說你快點就出國 你不要回來跑路 對不對 我說這現在最簡單 你等他這個案情穩定了 你再回來也可以 結果搞半天 回來了 回來被收押了 當時我提醒他 我說你這個情況會被收押的 他不相信我的話 他跟我講 我說你最少 我說你會跟吳東進一樣 交保也是一億元起跳 不是便宜貨 就莫名其妙 你又背了一個債務出來 我知道情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今天這個事情 如果當時一進一開始 被收押當天也好 他已經收押了快一個多月了 對 但是配合前方 不是這個事情就沒有了嗎 他的美夢就可以繼續成真了 對 就是講簡單的嘛 你就是吃硬不吃 吃硬不吃 敬酒不吃吃罰酒 對啊 你非要搞到大家緊張 非要把你宰下去的結果 你現在搞得很簡單嘛 北檢真的要宰他了 不 很簡單嘛 就是魚死網破嘛 這就是魚死網破 沒有這戲好談的嘛 你看得辦嘛 對不對 而且這裡面 剛剛雨萱講的也很有道理 他這個案子把你壓了以後 他這個案子把你扣壓之後 會發生什麼結果你知道嗎 你人也出不去了嘛 因為你不承認嘛 對 所以你要 他很簡單 你變成讓他延壓的理由存在了嘛 他本來只要兩個月半晚 對 不會的啦 你審訊金也多壓兩個月嘛 讓你在醫院住沒關係啊 對 你是借戶住醫院 就跟你去醫院住到啊 手銬靠到啊 外面住位景 對 三班給你看 給你看護啊 你就 你就說 他現在 那之後什麼結果 我告訴你好不好 審一個企業 碰到像這種情況 叫什麼 叫做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 它這個公司喔 有一個特性 它這個公司 就是審訊金一個人的單人 一人 個人公司 一人公司 它所有的聯繫 它的關係 它的送紅包 收紅包 不管怎麼搞啦 都是審訊金 人賣出它一個個人嘛 它關在裡面的話 這公司就倒閉 這這麼簡單 所以審訊金現在喔 檢察官才不知道 審訊金的情況 我今天講的權威說法 就審訊金現在最迫切是幹什麼 明天快點交保 因為它不怕 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會碰到危機嘛 可是你在坐牢的時候 處理不了危機的 你在裡面是沒得搞的 你在外面才搞啊 他快點從那個醫院爬起來 快點跟檢察官寫字白書 快點回他家 交保 一億兩億交保 然後還有機會救嘛 救連帶銀行 救台北市政府 跟蔣光安球下跪 它還有很多招可以用 可是你也躺在那個見戶就醫 躺在那個台北看守所 你一點都不能動 這會是什麼 時間不斷地消失 然後你越拖 檢察官就越狠 狠到最後你就是老命都沒有了嘛 你剛剛講的嘛 對 所以他現在唯一的一招 我跟你講如果盡量 因為他個性很硬你知道吧 曾經是很new的一個個性 他什麼事情他不認輸啊 當時你在講批評新華城的時候 他就告遊淑慧你記不記得 他曾經寫過一本書 講他自己的 他講他自己的過去的這個自傳 他過去寫過自傳你知道嗎 他寫過自傳 他寫過自傳的名稱好像是叫做 什麼名稱我忘記了啦 結果檢察官就憑那個自傳 把他給起訴了你知道嗎 他自己寫了自己的犯罪事 所以他自信心爆棚嘛 所以我現在講這段話 是語重欣賞 希望他的醫院有聽到 你明天快點去跟檢察官招了吧 把那個冷錢包 那個太達幣 到底在哪裡 通通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你還有可能後天給你交保 否則多拖一個禮拜 我告訴你很簡單 就是連帶銀行抽雲根 我們會有一個 他們連帶銀行裡面會有一個 叫做提前還款期制 你知道吧 合約給你訂的是三年五年啊 可是一旦發生什麼情況不對的話 我啟動那個提前還款機制 立刻抽雲根啊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他公司整個企業會倒閉啊 所以明天快點去找檢察官 把柯P的錢包在哪裡 交代清清楚楚 還有機會活命 拖一個禮拜就掛了 剛才講的是 柯文哲這個禮拜 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動作 這個禮拜的動作 就是我拒絕應訊 你說拒絕應訊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沒錯 你可以說我去了 我不講話 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在那邊我不配合 也可以 可是你去都不去 剛剛講對院檢雙方來講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個結果 你有可能被延長擠下 你有可能在法官的心證上面 做打了一個更大的殺殺 可是他還是這樣幹了 他還是這樣幹代表 他已經收到了一個非常大的訊息 這個訊息對他非常不利 他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你說 這個訊息 對 就是審訊金招了 審訊金認了之後 柯文哲所有的防線 全面崩潰 沒錯 這個山陀爾颱風剛過 現在整個政壇要刮起一股 叫做柯萊爾的這個颱風 柯萊爾颱風 是柯文哲的意思 萊爾就是大家要揭開它 是個騙子的真面目 有這麼嚴重嗎 為什麼這樣說 寶傑我跟他講 柯文哲在10月1號的時候 他就說 檢調拒敌他的時候 他就說我拒絕 我不要這個 我不要去應訊 為什麼他不要應訊 寶傑因為他心裡 內心的這個長城完全崩潰 他當初所架構起來的 你人 我有很多人都不會說出來 金流你也查不到 那什麼USB你也破解不了 海外帳戶你也破解不了 我的簡訊什麼 我的手機你也破解不了 可是寶傑我跟他講 現在一個一個 骨牌完全都倒下了 全面崩潰 對 沒錯 他之前非常得意的上課講說 他在講求徒理論 求徒理論剛剛講說 最好的結果是什麼 大家都不要招 這個是大家最好的 可是這個人性是要違背 所以你怎麼樣突破這個人性 是他在思考的方向 可是沒有想到 這個求徒理論 其實有最關鍵的兩個人 最關鍵的兩個人 一個是沈慶晶 一個就是柯文哲 你說 沈慶晶的這個求徒理論 對 他撐不住了 我就問你現在沈慶晶人在哪裡 在醫院裡面 他在醫院 對 他從9月5號就一直說 我要這個聚保就醫這樣說 從9月5號 然後當時的這個檢調意思 你又沒有出具相關的這個證據 可是這樣 9月25號 他被這個約談了14個小時之後 沒多久 他居然就住院了 而且9月20號他約談之後 接下來有非常多的大動作 朱雅虎跟李文中 才會今天被收押 所以說沈慶晶被約談了14個小時 沈慶晶可以住到醫院裡面 對 這是一個重大訊號 當然他告訴你什麼 他可能已經講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看到接下來 朱雅虎跟李文中都被收押了 而且朱雅虎還認罪了 那我還 我能夠怎麼樣呢 對不對 而且今天對他來講 更不利的是什麼 今天彭震生也被提訊 然後映小偉也被提訊 還有另外 吳順明是第一次被提訊 他被壓了一個多月 所以說實質上顯然 因為吳順明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顯然 有更完整的拼圖就出來了嘛 那尤其這幾天 不是大家又解密了嗎 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210萬有7個人捐給你 現在都知道了 金華城 就跟金華城有相關了 而且裡面有5個人已經承認 我沒有那個錢是 上面叫我交辦 那這不是對價關係 不知道是什麼呢 所以金華城已經有對價關係出現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知道 他現在可能已經真的再撐不下去 所以讓我面對說 這個檢調對我所有證據攤開來 給我致命一擊說 不如我先躲避 我即使躲避 雖然說我未來可能會面臨到薪則更高 但是先讓我想一想 我接下來怎麼面對吧 而且剛剛講到 金華城這個政治現金裡面 7個人頭裡面有5個人已經招了 講得非常明白 這個現金是公司給的 公司給了現金把他們當人頭 然後再把他捐到了民眾黨 而這個時間就是金華城剛剛講 印小微便當會的前後時間 這個時間加上這個金額 加上是威京集團直接給的現金 這個對價關係就出來了 這是檯面上我們知道有對價關係 但是寶傑我跟他講 甚至目前為止 還有對他更不利的很多東西 他的真面目要被揭開 這還有更不利的 為什麼第一個USB1500這個小省 這個他已經確定了 因為你裡面還有給賴香檸 還有高黃安的賬目 所以1500絕對不是這個時間 是金額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非常確定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之前在質疑說冷錢包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有傳出來 就是說檢調已經掌握了他USB 裡面有冷錢包 你說冷錢包找到了 而且裡面還有這個相關的金鑰 都被找到了 那你有了冷錢包 你有了金鑰 那不就冰頭 那不就解開來了嗎 但是問題是你看 上禮拜我們不是講過嗎 我們這個調查局的海外金融情報中心 不是啟動嗎 對 他啟動原因就是因為他找到相關的東西 就找到冷錢包 對 冷錢包 那甚至是有一些海外的賬戶 這個才要 你要海外賬戶 當然才有這個調查局的情報中心 去跟海外的國家來說 你這個賬戶要怎麼來 甚至不是還有一個新聞說 我們現在要啟動兩岸之間的這個協商 要知道這個 那顯然一定有金流 不然我去啟動這個幹什麼 一定就是有原因我才要啟動 我的這個地點已經很清楚了 不然我就向大海撈針 我到底跟誰談都不知道 對 那我怎麼說是柯萊爾 聽說他的手機的簡訊也全部被還原了 手機簡訊 裡面過去很多這個資料 不論是在WhatsApp啦 Line啊所有的資料 全部過去好幾年的 可能都完全被還原之後咧 寶姐這裡面 你面有什麼內容 似乎有挖到更多更多的 可能跟他私生活有關的相關的資訊 私生活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柯萊爾的真正 他的生活不是很單純嗎 他不是兩點一線嗎 他不是每天早上七點半就去工作了嗎 對 抱歉 他絕對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不是 當然不是 你看他連頭髮 頭髮現在都能夠變成是 從白色變成黑色 不是就有人說 他以前可能是染頭髮 現在就沒辦法染 他還故意把頭髮染成白色嘛 對 所以他實際上和他的過去的很多 你看他所講的話 現在離一認證是 他都講謊話啊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是柯萊爾 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更全面的 從他的這個過去 跟所有財團之間的往來 他自己的這個金流 甚至他自己的生活 未來都可能會讓我們看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阿伯會出現 好 所以事實上 剛才講的 你現在把整個時訊 你來講 你現在是9月25號 開始14個小時馬郎周體訓 9月26號你看到嗎 14個小時我們當時覺得 那非常不尋常 是的 如果今天審計金不配合的話 我幫你叫回去 我讓你叫來 幫你叫回去 如果14個小時代表 你現在講到東西已經講到點了 你已經講到砍上了 講到這個東西我不能讓你回去 我一定要馬上追根就底 我馬上讓你劃壓 就算你後面的事後會後悔 我也不能改變你這個後悔的事實 結果剛剛講 14個小時的馬拉松之後 馬上提訓了柯文哲 提訓柯文哲之後 馬上兵分這個所謂的29路 開始幹嘛 把李文中激壓了 把豬家虎激壓了 接下來剛剛講到 現在開始大動作 所有的關鍵 就在9月25號 9月25號沒多久 沈欣金就可以住院了 對所以才說 一切發動點就是9月25號這一天 他在約談了14個小時 那一開始簡單來說 沒有啦 他其實早就已經結束 他是因為這個等不到車 他還故意放這樣的風聲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他那天一定講出了什麼 不然的話 隔天為什麼要再度來提訓這個柯文哲 那接下來 再從這個9月26號開始 密集你看 9月27號29路的大搜索 帶回了10個被告還有6個證人 還有李文中還有豬家虎就被激壓 甚至連豬家虎都認罪嘛 那後來不是傳出來 原來那些金流是從來 這個所謂那些人就知道 那些所謂的新華城的7個人 那5個人認罪 就是從那天開始出現嘛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 該不會就是 沈欣金招了什麼還是什麼 然後現在9月30號 不是傳喚新故鄉的這個學者 叫孫鳳群嗎 另外還約談陳文中嘛 所以這以前都 天生隨乎 對 然後我們 有沒有注意到前幾天有個消息說 這個相關的這個刑警 你看到這個沈欣金 他心情滿好的還吹口哨 吹口哨隔一天他就去住院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之前從來 你這個檢方要你 院方要你交相關的這個醫藥的證明之後 他也交不出什麼個所以然 然後結果沒想到 前一天還吹口哨 隔一天就說我住院了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就住進去了 這個時間點很奇怪嘛 所以就在住院之後呢 柯文哲聽到說 沈欣金居然住院 你想他要怎麼想 他住院了 那他一定是糟了嘛 也就看到了 沈欣金上午住院的時候 柯文哲下午 對 我就拒絕應訊了 所以他顯然他知道 這個裡面出大事嘛 那我們就想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政商拼圖來說的話 大家都從他的政治獻金裡面找了非常多 除了我們之前的這個金華城之外 現在大家要找出了三個人名 三個人名分別在這幾個地方 就是一個業姓的兄弟 還有一個張姓的這個女 這個一個張姓還有一個這個林姓 他們都約莫也是捐了大概30萬左右的數字 可是現在連接上來的話 又有非常多的這個公司又出來了 比如說包括說這個 這個所謂無姓的這個女士來說 或是張姓的女士來說 他們都跟 譬如說業姓的是跟華泰銀行 華泰銀行 然後張姓的話是跟原力建設 事實上你就知道 又有非常多的財產被勾結出來 被勾結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事實上是比較致命的 寶傑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 金華城當然有金流 可是現在呢 這個所謂議員就提供一個資料 就是說現在有一個資料是怎麼樣 裡面來說 你看民眾黨的捐款裡面 有三位人士 這個吳梅芬 陳桂英 還有陳奕華這三個人 他們也捐了錢 捐了錢的這個時間點 在2020年這個時間點 然後2021年他們又捐了錢 結果沒有這樣 寶傑你知道 只繼續看裡面說 他們誰 他們三個人 共同在這家公司裡面 這個公司裡面 擔任他們的代表人 你看吳梅芬 陳桂英 還有這個陳奕華 都在星光 星光 然後他們三個的代表人是 許賢賢 許賢賢的公司 許賢賢是誰 許賢賢是吳東敬的老婆 他就是吳欣穎的媽媽 所以呢 居然完全相關耶 他們在這個時候捐錢給這個民眾黨 難道之間有什麼對價關係 所以才說現在 越來越多的證據出來之後 我才說為什麼 我們慢慢要接 慢慢地逐漸揭開了這個 客戶者的真面目 因為他過去的很多的 私底下作為 我們會接下來一一的解釋 農長我們講講 抓Bi的時候 最好看的就是那個骨牌情島 可是骨牌情島的時候 第一個骨牌最難 只要第一個骨牌倒了以後 後面就會土崩瓦解 本來大家以為說 第一個認罪是誰 第一個認罪的是朱雅虎 你說不是 朱雅虎沒有沈慶金先倒 他是不可能倒的 所以你從這裡面判斷 沈慶金已經倒了 沈慶金當天有征詢了14個小時 那個當天很怪異對不對 他不是做也做不住 然後又上吐下瀉 這個北檢搞14個小時 通通病都好了 對不對 這要體力的 北檢我去過 北檢沒有地方給我睡覺的 北檢問了一拜 你旁邊睡著 沒有那個 更難過的地方 非常 就是辦公桌宇嘛 你能夠 沈慶金不是已經到那個 上吐下瀉全身站走 要征詢14個小時 我也對 我在沈慶金的健康情況 雖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跟他聊天也聊過好幾個小時 對不對 這大概算很熟嘛 他哪有那個體力跟你搞14個小時 對 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他為什麼要願意 為什麼 談判嘛 他願意跟檢察官談嘛 否則他不會 他撐不住了 所以他當天看到的東西 他沒話講了嘛 那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今天 威京的錢會到黨部 那黨部的錢會到木可 而木可的錢會到 看完這個口袋 這個已經是串起來了嘛 或是有可能串起來 他知道這個事情破功了嘛 所以你說 基本上講嘛 金華塵埃裡面的政治現金 已經確定有7個人頭 7個人頭裡面有5個人頭 已經非常確定 講說他們的錢 現金就是威京集團給的 給了他們的錢以後 他們就直接交到了民眾黨 這個錢如果非常清楚的話 現在想要抵賴 沈清晶想抵賴 也不能抵賴了 沈清晶知不知道 他有匯錢到民眾黨 當然知道 他給他看他就認了嘛 賴個鬼頭啊 你有匯錢給民眾黨 他沒有給你好處 你匯錢給他幹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連結了嘛 你連結了以後 你這個案子 我已經可以起訴你了嘛 你這個案子也可以定罪了嘛 那你不配合我的話 你就是白花時間而已嘛 所以他怎麼辦呢 所以非配合不可啦 他沒有 沈清晶對於柯文哲 沒有道義可言的 他跟柯文哲什麼道義 完全厲害關係而言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乾脆他認完的話 他不要忘記 他中間有一個麻煩事喔 他有一個背信的部分 背信的部分 背信的部分是3年以下 可是他是重金背信 7年以上 7年以上 他超過1億元的余億 他是搞到5 6億出去 對 所以他如果說 他沒有跟檢察官講好的話 他那個背信要判到5年到7年耶 所以他那個 收行賄的話是 是1年到7年 對 所以麻煩是在他後面那個背信啊 背信如果檢察官願意 連帶一起豁免的話 對 他整個事情就會變成 會變成很輕鬆過關嘛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 我本來是要保這個所謂的 精華廣場的這個土地容積率 我保會容積 所以我就不能認 可是如果今天剛剛講的 你精華廣這個政治獻金 你已經透過這些人頭轉進去 你現在勾連起來 你已經貪污已經確定了 貪污確定了以後 你840保不住 840既然保不住 我就要保我的性命了 對 保錢困難啊 不見人說保不住了 因為台北市政府 雖然有議員啊 雖然有市長 當然問題還是扯嘛 因為扯這事情 沈經濟可能會扯 扯皮他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扯皮扯很多年 房子蓋完也賣完了 對 再告啊 訴訟啊 他反正我不敢講說 800是百分之百沒有 800是困難嘛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馬上就有保命的問題 對 現在我每天上書下書 我怎麼跟你玩啊 反正已經大勢已去了 所以照理這樣講 今天當這個沈經濟 可以住到醫院的病房的時候 柯文哲就知道大勢已去了嗎 不是 柯文哲聽到李文中收 他就大勢已去了 不用談了嘛 朱雅虎認罪嘛 對 朱雅虎認罪這個事情 我現在很簡單 朱雅虎他不敢得罪沈經濟 好不好 我應該確定的講一點 因為沈經濟的背景 其為複雜 朱雅虎敢背叛他嗎 給他 竟然十個膽他也不敢 講白的 朱雅虎只是一個推伍軍人而已 他沒有看到沈經濟的認罪書 他不會去認的啦 朱雅虎百分之一百啦 他這個不是忠誠度而已 對 這還有包括他的飯票 對 包括他的退休老命 那是黑道的規矩 當然是黑道規矩 你知道 小沈以前是幹什麼的 小沈以前是宇宙幫老大 他坐過牢的 殺過 宇宙幫老大 宇宙幫老大 他跟我講的 不是我跟他講 他每次跟我吹牛 他以前是 他是那個籃球場那邊老大嘛 所以朱雅虎我不敢去背叛他 絕對不敢 我跟你講他一定是看到沈經濟的東西 他才敢簽 對 可是簽不下去 他沒這個種 那所以這個邏輯就很簡單嘛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的講說 沈經濟已經放棄 已經棄手了嘛 對 所以後面就快樂了 你看有沒有現在住醫院 晚上可以打開電視 可以看關鍵時刻 對 什麼都知道 還可以吹口哨 對 什麼都有了嘛 那這個東西他沒有賣 沒有賣柯文哲會這個待遇嗎 沒有 而且賣的東西一定非常詳實啦 你小沈今天沈總裁 就是一個上吐下線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你和跟我配合 我當然跟你配合啊 他現在住院的話多舒服啊 對 對不對 那我如果是這種住院的話 所有的住院費用 可能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幫他付耶 所以是豪華待遇 好 所以臉鳳 剛才聽到這個人講 你也認為說 他的馬吉諾房間破了嗎 沈慶晶這個骨牌子倒了嗎 現在按照師兄講的 柯文哲的風暴才剛要開始 今天跟朱雅虎他已經認罪 他說他行賄 兩個關鍵的人 一個叫做朱雅虎 對 一個叫做什麼 李柯南 李文忠 所謂的李柯南是什麼 最能夠了解柯文哲的男人嘛 過去他信任50年的這個男人 李文忠 那一天他為什麼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王的男人 最信任的男人 李柯南 對不對 而且幫忙柯文哲 專門在處理一些 小回書跟政商關係的嘛 那一天為什麼柯文哲他不敢去 為什麼敢去 他就是在等李文忠的證詞啊 李文忠沒有講 他怎麼能講 他如果萬一李文忠從頭到尾堅持說 我都沒有認 那我告訴你 柯文哲絕對不會認 但他要聽李文忠到底講了一些什麼啊 因為他 朱雅虎認罪 我相信 律師一定有跟柯文哲講 但是李文忠講了什麼 那天他從來沒講 那再來呢 那一天柯文哲沒有去提訓 檢調單位提訓的誰 提訓的李文忠啊 所以現在李文忠講的話 絕對會重傷柯文哲的內容嘛 所以你去看喔 李文忠他現在啊 還有他的過去啊 他在柯文哲的身邊 包含他在北捷的這個 莊姓女秘書 都已經被檢調教去問了 對 現在不是查柯文哲的行程 現在去查李文忠的行程 要把柯文哲的行程 跟李文忠的行程 一加起來 就已經可以看出你們倆在幹什麼了 沒錯 而且不是只有金華城的案子喔 你還有沒有討論 包含像北市科啊 其他的這些幾大案 包含政治獻金案 再來還有黃珊珊 大家也不要忘記他的角色嘛 對不對 現在整個民眾黨叫做什麼 假挺科真應付 我告訴大家 過去柯文哲他們出事的時候 民眾黨不是號召說 我們要辦這個戶外開獎 我們要辦座談會 五十場 對不對 五十場 結果我去調了資料 你知道他們辦在哪邊嗎 辦哪裡 辦在什麼萬華很小的一個共享基地 你知道各縣市喔 它那個不是民宅出租的啦 就是很小的地方 你知道那個四號共享空間 最多容納人數是多少人 幾個 二十人啊 二十個 坐滿喔 才五十人左右啊 我說你民眾黨今天要喊冤 大家喊冤怎麼樣 敲鑼打鼓啊 我們怕人家不知道嘛對不對 結果你們民眾黨是怎麼樣 五十個 五十個 最多五十個 現在齁整個場次規劃下來 全國全台灣二十三場 一場上你算五十個 欸我林彥鳳辦一個活動 可能都超過一千人了 你整個民眾黨辦這個活動 然後選在那個很隱密的地方 我就想說難怪人家叫你們是什麼 白臉叫嘛 你會怕人家知道是不是 喊冤還喊的 小小聲怕人家知道 有這樣子相挺的嗎 所以我就說民眾黨他現在包含 你說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他辦的新北市市場 是因為他想要選新北市市場 那你有看到他們現在在其他的地方 街頭上面大張旗鼓嗎 全部都沒有 所以代表說這種 大家都在跳船 不想要再跟柯文哲有任何的關聯 好雨萱 剛剛講這個風暴即將展開設議會 非常關鍵的是那個USB 這個USB現在竟然 是阿伯的所謂秘密葬冊 秘密葬冊裡面怎麼進怎麼出都有 現在還將無傳言更誇張的是 冷錢包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現在只插密碼 更可怕的對阿伯來講 沙昭的更大的是他的對話紀錄 寶貞哥現在的課問者叫做雙破 什麼意思第一時間他的所有的創供網絡 創供的馬其諾房間 請問一下破了沒 破了完全破了 而且這個爆發點根據剛才講的 就是從沈金星開始 因為如果今天不是沈金星先招任的話 他是不可能住院成動 因為各位我請問一下 減掉壓沈金星的目的是什麼 取公就是要你取公嘛 就是要你講出來嘛 你的不舒服就是我們的籌碼嘛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不舒服不舒服 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好好好那我讓你去租醫院 吹冷氣躺在壁床上 然後你沈金星再回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有用嗎 沒有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招呼 我壓你幹嘛 對所以讓他去租醫院 就代表沈金星招了 所以租牙武看到說老大招了 我才會跟著招嘛 這個都已經一連串的土崩瓦解 所以柯文哲才會說 好啦我乾脆不要出去應訊了 因為我回答不了了 沒辦法你們都招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該說什麼 如果證據一個一個貪拖下來的話 所以各位第一個 他的串貨網絡已經破了 唯一現在剩下的就是李文忠 那李文忠怎麼會破 也會跟著破 為什麼李文忠絕對也跟著破 否則你覺得想想看喔 李文忠如果要扛下來的話 十年以上甚至無期徒刑 請問一下他是傻了還是撞到了 他幹嘛替柯文哲扛這個鍋啊 錢就不是我在賺的 所以李文忠也得跟著破 所以李文忠剛剛講到 你的刑期是十年以上喔 對 更可怕的是什麼 第二個第二個叫什麼 人色崩壞 這是第二個破 而且你等一下喔 不只是冷錢包 冷錢包裡面可能藏了多少錢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什麼 九牛一毛耶 那都是藍三喔 收費喔 打雷毛 打九號的 零三三頭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210萬啦 100萬幾百萬 你說 100萬在柯文哲的眼睛裡面 只是藍三的 只是伴手禮 真的上內 真的厲害 是一來一去的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個冷錢包唯一能夠糟糕的是誰 也只有審慶金而已 所以當今天冷錢包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知道柯文哲的人色會怎樣嗎 如果是5億 如果是10億 不好意思喔 整個完全的崩壞 但更可怕的是什麼 對話紀錄 包林哥你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曾經在飛機上講過一件事情 我記憶有心 那是我報的嘛 他跟在場的所有人講說 我跟你講我是不怕喔 那個錢喔 他們去找啦 但我最擔心的是喔 如果我那個手機紀錄喔 USB的紀錄喔 被偷出來了喔 那個報給媒體周刊喔 我會被寫得很難聽 我整個會亂七八糟的 寫得很難聽 我現在看懂了寫得很難聽 對這才是柯文哲最害怕的嘛 因為你想想看喔 今天有什麼東西會被寫得很難聽 對嘛這所以是有一件事情 LINE對話紀錄可以幹嘛 可以寫得很難聽 一定是跟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私德 一定有高度的關聯性 那柯文哲到底幹什麼不知道 你想想看喔 原本的阿伯是什麼 頭髮白蒼蒼 整天猛猛猛 青年情政愛鄉土 然後呢 一平如喜跟平民不一樣 但如果跟你講說阿伯不對 他是身還家財萬貫 然後與此同時呢 旁邊來做有什麼 不知道 這個黑人問號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很害怕 你不要嚇我 我太害怕了 我不敢再講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狀況下 因為現在這個簡訊喔 有哪幾個 第一個 有LINE的對話紀錄 再來呢還有什麼 有Telegram 喔那個 無事不登三寶店 請問現在Telegram它的特色是什麼 秉密 就是保密嘛 你如果平常都要去LINE WhatsApp 了不起一個WeChat 都在跟中國聊聊天 你怎麼會去用到Telegram 然後檢調說 沒有這些我們全部都破案喔 那你想想看 這個裡面除了說 他交代金流的紀錄之外 會不會有別的流向 會不會有別的脈絡 那更可怕嘛 與此同時冷錢包也是啊 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說你以十一原則 甚至百億原則 前面的那個是藍山收回 但是在冷錢包裡面 可能你發現的是什麼 完全的一個大祕寶 乘以十倍 乘以百倍 所以當這些資訊全部都露出來的時候 保密哥我跟你講了 那時候才是柯文哲 第二次 我們講的 畢案 積壓只是第一次 第二次整個引爆 全台灣的高潮和高峰採訪 好 所以剛剛講到的 當沈晶晶 他居然可以去吹冷氣 可以租病房 可以甚至有單人房 第二次 柯文哲拒絕應訊 這兩個加起來 像你們長期跑檢調就知道 大場面來了 那麼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不禁有點納悶的問說 那麼 柯文哲可不可以拒絕檢察官的提訊 可以嗎 告訴大家 不可以 為什麼呢 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 那麼檢察官針對這個 這個擠壓禁見中的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貪污罪的被告 當然可以直接行使 直接把他給提訊到 這個台北地線署來 你知道嗎 那天他拒絕的時候 罰警愣住了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 從來沒有過 各位 除非重病到快要死掉 重病到快要死掉的話 那是例外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到庭嘛 那問題就沒有 大家會問說 既然不可以 那為什麼檢察官會後來笑一笑 就說 就讓他這個折騎 你說他身心有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講坦白了 某種程度上面還是禮遇他 還有檢察官也知道他要幹什麼 他要藉由這個機會 如果你把他這個強制代理的話 要用什麼方式 用強制的 比如說 本來是手銬而已對不對 我現在連腳樓都可以給你上 然後用扛的把你壓的 五花大綁把你綁上球車 都可以 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就強制把你壓過去的 壓過去 那麼柯文哲 他是一個65歲的老小孩 而且是一個任性的老小孩 媽寶 所以呢他一向認為他自己可以 他想怎樣就怎樣 你忘了嗎 請問一下 台灣有沒有發生過 調查局或是聯政署到你家去按電鈴 要把你這個等於說 那麼去你家搜索 把你這個帶走 然後你可以一個小時不開門的 不行 沒有啊開玩笑 過去發生過一種事情的話 破門對不對 那麼被檢察官跟聯制署官員 要不要帶走的時候 強迫一定要在全國的媒體前面 嗆明鏡東攻 要給我個交代 我是在野黨的主席啊 你怎麼可以說我家等等啊 那台灣也沒有發生過 可以直接 那麼在這個等於說 這個被收押禁見的時候 叫律師講說 請檢察官啊 那兩個月的時間好好盡義務去查 我也會盡量配合 我請問你 如果他要盡量配合的話 為什麼四次那麼出來 這個等於提訊透露出來 第五次他拒絕 很簡單 因為發生一個天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 什麼變化呢 因為朱雅虎承認行為被羈押禁見 因為李文中 那麼等於說 那麼雖然他否認 但是他也被羈押禁見 我問你啊 聽到這兩個消息 還有聽到一個人 雖然全身抽搐 但是可以去 住院 可以 可以有蓮蓬頭洗澡 可以冷氣 有蓮蓬頭洗澡 跟那個直接 好像英文 那個是不一樣啊 還可以直接睡在那個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病床 病床的這個床墊是有彈簧的 你知道嗎 所以不一樣 怎麼突小虎突然 怎麼沈慶晶怎麼可以出去了 他們是不是講了什麼 沈慶晶那一天不是 這個約談了十個小時嗎 聽說出來的時候吹口哨 聽說吹的那首歌 就是這個 講說 鍾小明知道的那首歌 給我一個溫 可以不可以 你知道嗎 吹口哨出來了 他吹口哨出來的 你知道嗎 他現在吹口哨出來 他現在正躺在病床上 然後吹這首歌的口哨 搞不好連歌都吹出來了 我問你要是柯文哲 你會怎麼樣 誇死了 我問你嘛 那麼他在台灣的醫學史上 有沒有煩惱煩童說 去關個看守所 關個二十幾天 頭髮從白變黑的 有沒有做到你沒有吧 只有一個可能 我相信翁達隊講的 我也相過也懷疑 只有一個可能 他是不是染法 要不然怎麼可能 故意染白 他這樣做 我告訴你 好我告訴你 你以為檢察官 西漢從你柯文哲 這個貪污罪的被告 嘴巴裡面 他問出說 你坦誠所有的犯行嗎 你錯 檢察官今天又約了這個報告 吳盛民包掛朱雅虎 包括這個等於說 那麼這些全部都 找過來了以後 根據我所知道 各位 現在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五大案之外 檢聯單位現在又多了一個案 默默在調查當中 所以你以為颱風期間 大家很爽在放那個颱風架 檢察官連政策調局全部都出去 而且還約談了目前 媒體沒有曝光的重要證人 剛剛講的是 上禮拜 朱雅虎還有李文中 兩個被收到禁箭 殺到禁箭 你就說 在整個金華城案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拼圖 被拼起來了 沒錯 而這個拼圖拼起來以後 金流就找到了 而且金流找到 剛剛講的 李文中就確定有金流 可是在朱雅虎裡面更怪是 有一個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很重大 它影響力很大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是朱雅虎要極力討好的對象 對 是朱雅虎要行賄的對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 它的層級 它的影響力 比公務員還來得大 沒錯 金流的這個拼圖 已經拼起來了 為什麼拼起來 我們都說之前 不論是沈青青或是柯文哲 中間的金流到底怎麼去串呢 非常有兩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沈青青在負責幫他 穿梭的這個珠雅虎 還有柯文哲最重要的帳房 李文中 就兩個被雙雙被收押金件 被收押金件之後 你看到這個法院的財經書裡面 你就覺得 這裡面來說 大概離破案不願意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現在看李文中的部分 所以你這種內行一看就懂了 對 李文中的部分 李文中就說什麼呢 他認定什麼 他犯了所謂貪污制罪條例 第四條 第一項 第五款 違背職務的行為 收受賄賂罪 好 簡單來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違背你的職務 你有要求 還有收受 還有契約這樣的款項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的確是有收錢的 因為我們可以講到 如果你之前 收押金件都只是說 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六條 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四條 這樣就結束了 你非常清楚講說 你是第四條 第一項 第五款 好的 持續就來了 那你的第一款是什麼 竊佔 輕用 公共器材 借勢借端 強增財物 第三個 我在購買任何的東西 之後 我有福報 我有收受回控 第四個 用公用的運輸 運送毒品 運送偽禁品 第五個 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對於違背職務的行為 我有要求 我有契約 我有收受賄賂 跟其他不正常的意義 如果對這條了解的時候 這一條其實最嚴重 但這一條最難夠定罪 為什麼這個最難定罪 是因為 我如果要講到這一點 你要要求 其約收受賄賂 錢一定要出來 今天法院敢用這一條收押 李文中就代表 要求其約跟收受賄賂 已經非常清楚了 對 一定要有利益嘛 利益已經到手 所以就知道說 一定是有金流的部分 好 但我覺得對李文中來說 考驗剛剛開始 為什麼 他不是說 他好像都沒有認 所以他之前 這個好像口風非常緊 可是寶傑 如果你看到這個法條 法院認為說 他犯這個法條 你可以看到 往上去看 他的判是什麼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然後並哥一億以下的這個罰計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寶傑 你看李文中 至少十年 我出來幫柯文哲弄個帳房 幫他管錢 我搞到我會被判十年 一個無期徒刑 你覺得他以前還是小企業的精英者 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剛才講你十年以上 你至少要做五年勞 而且你絕對不會只有十年 而且這個東西 一罪一罰 如果你還有別的案子的話 你就累加上去 那李文中今年幾歲了 你已經快七十歲了 如果你再關個五年 再關個十年 你還有命嗎 而且他有背信罪 木可還有資格競選 總部的這個險 他都會再案 所以這些案子 搞不好一判下去之後 他被牢底坐穿 所以他對這一點 我看到要是我看到這個 我就完全傻眼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我怎麼辦呢 認罪協手 對寶姐他會 有可能會開始動搖的 這個重要部分 好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看到朱雅虎的時候 那更有意思了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是說 他坦承 他所犯的犯刑 所以他顯然是這個整個 這個目前為止 進化成的案子裡面 他是唯一承認說 對我有犯罪 我有行為 我有給錢 對我給錢 那給錢來說的話 給了誰 好這個有意思的在這個地方 他說了認定被告是涉嫌 貪污職位條例的 第十一條的第四項 還有第一項 對公務員違背職位的行為罪 好可是這奇怪在哪裡 如果按照我們過去 在寫這個罪的時候 都會想第一項寫在前面 然後第四項寫在後面 可是他把它反過來寫 第四項在前面 第四項在前面 第一項在前面 好所以第四項 比第一項來的嚴重 對好那我們來看 這裡面的這個條例 裡面來說的話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當然就是所謂 他是公務人員 所以第一項就是公務人員的 這個狀況 但是第四項就是 不具備公務人員的犯罪 那所以你知道 他顯然是把 第一個我認為你有給錢 給錢來說的話 有給這個不是公務人員的 還有對公務人員的 你把不是公務人員 放在前面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至少在可能法院 或是檢察官看到的證據裡面 是你給這個不是公務人員的 錢更多 所以你說我今天在行為裡面 除了公務員之外 有一個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在這中間 聚關重要 對他比公務員放在前面嘛 所以顯見你看 朱雅虎要給錢的時候 一個是公務員 一個是非公務員 結果我可能給公務員3 給公務員1 然後給這個非公務員3 所以這個才會犯成 在這個事情才會掉過來嘛 所以顯見 這個非公務員到底是誰 而且你看 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有這麼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了 因為他們都有非常多 這個包括說 像李文中跟朱雅虎 被羈押的原因 都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很多疑點 可能還有三位出現的被告 或是證人 都有可能會浮現 因為剛剛講到 李文中被搜壓禁見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理由就是 你不能排除還有跟被告 具有利害關係之 潛在共犯跟證人 竟然還有共犯 還有證人 還沒有到案 你現在已經有20個被告 你現在已經搜壓 你已經搜壓禁見了這麼多個人了 對 你已經約談這麼多人了 到現在還有潛在共犯 到現在都還有證人 上位到案 對 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我們就會講 檢調目前為止 不是說這個禮拜要開始約什麼 要約陳佩琪了嘛 對不對 另外很多人就說 這個被告來說 會不會是黃珊珊 當然我們不知道是是不是這樣 但是整個拼讀 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你看今天 開始去朝那裡方向 寶姐連新故鄉都開始去查了 對 所以就說你看李文中 當初是什麼 他是競選總部 他是木可 現在新故鄉都去了 所以顯見了 柯文哲周邊的所有的大小金庫 現在都有人在被約談 所以這個金流 是不是已經六隱若現 浮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好的 我們剛剛講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有 二十個被告 已經有七人擊掌 對 二十被告 七人擊掌 你居然告訴我說 現在還有潛在的被告 現在還有潛在的證人 這個人 為什麼還可以藏這麼久 為什麼這個人還隱而不發 非常耐人熟悔 而且更妙的是 竟然有一個人是非公務員 而這個非公務員拿了 朱雅虎的錢 而這個非公務員 在這中間裡面 竟然影響力非常大 那另外就是這樣 今天以犯罪嫌疑人 約談民眾黨 也就是台灣新故鄉 智庫的這個所謂的顧問 孫鳳群 你今天連智庫的裡面的顧問 你都是犯罪嫌疑人 你現在看到了 柯文哲搞了半天 現在柯文哲把他的 所謂的競選總部 把他的這個所謂的基金會 把他這個所謂的募可公司 全部當成大型的洗錢中心 對沒錯 也就是說跟柯文哲周邊的人 你只要碰到錢 幾乎目前為止 好像全部都中了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次的進化成裡面 已經有非常多被告出現了 對不對 很多人看 尤其是大家都踢爆 就是說他們有幾個人 包括說像張志誠 陳俊源 這個童中白啦 陳秀桃啦 這個劉展等等很多人來說 他們有在2020年的3月24號到26號 有捐錢 捐了30萬捐到民眾黨去 好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 這個范牙齊 他其實並沒有捐錢 可是他也被列為被告 所以他們到底是做怎樣 一個犯罪的這個犯益 那我們有待目前為止來確認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就是這個 就是說他今天又約談了 他是用犯罪嫌疑人 約談民眾黨的這個錢 這個所謂台灣 這個新故鄉智庫協會的 這個顧問孫鳳群道案說明 好那這個孫鳳群到底是什麼人呢 保健簡單來說 孫鳳群他今年的時候 在競選總部的時候 他曾經有收競選總部來的 一筆費用 就支出是12萬的薪資給他 那他到底是什麼角色 所以你是新故鄉智庫的 的顧問 對 可是你居然在競選總部裡面 去領一個月12萬 對沒錯 好那當然了 他什麼職位 如果你看不夠所以然 他就是高中教職 他是相關教職的工作 那他為什麼會倒案 這個當然我們目前為止 也不清楚他的 翻譯或是他的這個結構是什麼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大家都踢爆 他們這個3月24號到26號 捐了210萬 到這個柯文哲的這個民眾黨去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剛好就在2020年的3月10號 便當會開始 還有柯文哲要黃錦帽 趕快加快速度的時候 他就捐了210萬 那尤其是他又跟陳佩琪 那時候的ATM理財數 噹噹噹噹的時間 又剛好重疊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這個金流不是都已經開始 慢慢浮現在我們眼前了嗎 搞不好這時候有多筆款項 就是明的我可以用這個 民眾黨就說 這都是誠實申報的錢 還有沒有 是不是有那種非誠實申報 就是按來的這種錢 是透過陳佩琪 當然我們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用到目前為止的金流 大概就是這幾個方向 這幾個方向來說 如果你只要把它找出相對應的人 那看起來的話 這個破案的時間點就為時不願意 好 宇雪 再講 法律的條文是非常的生硬 法律的條文非常難以拒絕 法律的條文一般人很難細讀 可是你說 今天朱雅虎跟李文中兩個人的裁定書 剛剛講 那真是自製朱金耐人尋味 從李文中的裁定書裡面知道 現在還有一個潛在的共犯 現在還有一個潛在的被告 有一個潛在的證人 到現在還沒有浮現出來 而且按照你收押禁件的理由 你根本就已經確定 在你職務範圍裡面 你有收受 你有要求 你有契約這些匯款 這個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更妙的是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了朱雅虎 朱雅虎是說那是負責給錢的人 你給了誰 他說你給了兩種人 一個是給了公務員 一個是給非公務員 然後這個非公務員的重要性 竟然比公務員還來得重要 那這個非公務員 到底是誰 這個分幾個程式 第一個 到底為什麼 十一條第四項這個東西 會擺在第一項前面 因為他們是不是 第十一條是什麼 就是行賄 行賄代表他的幾種 第一個樣態就是說 我違背職務行賄 對不對 我給你錢叫你違背職務 第二種叫做什麼 就是不違背職務 但第四款這個就怪了 他的說法是說 你不一定要是公務員 就我行賄的 不一定是公務員 你收賄的 不一定是公務員 寶拉哥 這個就有意思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有誰不是公務員在金華城 我還需要給你錢的 寶拉哥我跟你講你不要誤會了喔 這個東西你拿了 就算你不是公務員身份 對不對 你都有可能犯第四條 我們講的 共鴻政辦 第四條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收賄 因為理由很簡單 如果你有實質上的影響力 如果你可以叫說 甚至是你可以影響到公務員 從事所謂的收賄 甚至是違背職務相關的行為 那寶拉哥請問一下 這個算什麼 也一樣算是 共同政辦 而且跟他講的 我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我已經告訴你的身份 有公務員非公務員 代表 你的錢給誰 我已經知道了 那你每個人的身份 有公務員非公務員 我也都知道了 所以這個 弦外之音代表 你朱雅虎給誰錢 法院都知道了 對嘛 否則我就寶拉哥講句話就好了 我就第十一條就好了嘛 他有行為就好了嘛 那大不了再加一個第一項就好了嘛 幹嘛莫名其妙一定要加一個第四項出來 代表說 會不會有一個 不是公務員的人 但這個人 可以影響誰 可以影響台北市政府 可以影響柯文哲 而且影響巨大 那寶拉哥 這案情逐漸明朗化了嘛 我就問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陳佩琪可不可以影響柯文哲 當然可以耶 但陳佩琪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也是公務員 他是聯一的公務員嘛 但這個公務員 是不是符合我們講的 金華城 因為你仔細看喔 他的第三條寫得很清楚喔 第二條寫得很清楚喔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因本條例處斷 也就是你財務之罪條例 你的第二條非常清楚是 你的前提是你要公務員 可是很妙的是你的第十一條 我要給錢的時候 我的第四條就說 你就算沒有第二條的條件 第二條就表示你不是公務員 你不是公務員 你還是有能力幹嘛 你還是有能力 行求 齐匯 交付賄弱 跟其他不同的利益 你還是有能力辦這些事情 那誰在柯文哲的旁邊 你不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但是你還是有能力違背職務 你也可以要求 可以齊約 可以交付賄賂 所以保留一個就是第三條嘛 第三條寫得很清楚啊 你如果不是公務員 那沒關係 你只要跟公務員的一起幹壞事 一起 這共犯本案者 我一樣照樣用倉務之罪條例判你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不是就不是喔 不要以為你不是公務員 就沒身份 所以各位這分幾個城市問題 第一個如果今天說是陳佩奇的話 那我不知道法律上的見解是什麼 就是說陳佩奇今天是聯理的醫生 但請問一下 醫生跟金華城本案有沒有關係 所以陳佩奇的選擇之內 他是沒有辦法犯本條例的喔 我今天當醫生 我怎麼要去灌縮金華城啦 沒辦法 他唯一有可能的第一個是什麼 就我是柯文哲的妻子 再第二個 各位 你都沒想到對不對 請問一下如果說是柯媽媽的話呢 那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你不要嚇我 因為今天李文中跟柯媽媽 是不是手勢 關係很好嘛 因為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今天如果你如果講到說 他的子女 柯富雅或者是陳佩奇 不好意思喔 按照第十條規定 如果是子女 如果是配偶的話 不好意思他犯罪所得 通通算是本人 他就不用再加諸一條說 哎呀我還要用這個 第四項 第十條第四項 所以很顯然是真的 跟這個案情沒有相關 而且也沒有我們講的 公務員的身份 但是卻可以十足影響到柯文哲 再配合我們講的 李文中這邊講的說什麼 新訊問之後發現有一個 我們講了 共犯還潛逃在外 而且沒有逮到 那我們現在一個月來戲數嘛 共犯在外面有誰 第一個嘛 陳佩奇可能還沒逮到嘛 對不對 黃珊珊嘛還沒逮到嘛 他再來沒有公務員 然後又是共犯 然後又可能跟柯文哲有關係 又跟柯文哲影響聲劇 所以保鮮哥 我不知道我說這個 李公會把我卡住 但是怎麼排除上去吧 你離我遠一點 就只剩下柯媽媽嘛 對不對 就沒有這個其他可能性啊 否則你要怎麼去解釋說 一個沒有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而且又可以對柯文哲的實際獎勵 越想就越老 我們在看到了 朱雅虎講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他認為 他已經設置了貪污社會條例的 第41條的第4項 而這個第4項就是 你不具有公務員身份 但是你的貪污自罪條例 行賄罪 你都犯了 保鮮哥因為犯例是這樣子 我們講過去都很多這種判例 大家當然不是傻了 我當然知道說 我如果今天直接給你的話 我們講交付嘛 齊悅行為嘛 所以我可能會給你媽媽 給你三斤五 五斤五 這種相關 八竿子打不著 瘋馬牛不相關的親戚 那保鮮哥會說 收這些親戚的錢 他們有沒有犯罪 有啊 因為你只要是有這種犯意 甚至是你影響到這個公務員 他就叫做共同正犯 他跑都跑不掉 所以現在大家不禁好奇的是 如果說撇除掉柯文哲本人 那這個李文中 甚至是我們講朱雅虎 他可以行為到的對象 是跟柯文哲的親戚有關 柯文哲的朋友有關 而且是非常親信的 對他有十足影響力的 那我們排除刪去法之後 我不知道 變成是可能雷公等下打下來 但柯媽媽 變成很有可能成為這七種之一 所以你說從李文中 從朱雅虎的所謂的裁定書 裁定書裡面非常清楚的講說 第一個的確已經找到錢了 第二個 我也知道這個金流的走向了 對保鮮 因為你要仔細看 第一個我們看來確定朱雅虎這個 第一個 第四項 可能有民間人士 第一項代表說 公務員真的有期約 真的有收回 對不對 但你仔細看李文中這邊更妙了 李文中這是什麼 第一個他本人自己就有收回 而且他在2018年期間之前 他擔任的工作是什麼 台北市長辦公室主任 台北市長辦公室顧問 對不對 但他到了我們講北捷的時候 請問一下寶傑哥 他也就不就有公務員身份 還有 還就有公務員身份 所以從頭到尾李文中跑不掉 反正他就是公務員 但怪是怪來說 為什麼要這時候加一個背信罪 如果這兩條罪狀有千年的話 各位那就有意思了 代表李文中在從事 所謂的競選總統專戶的時候 募可公司的時候 他有違背公司 把這些財產 背棄公司掏空 甚至拿出來挪用的行為 但是如果這個掏空 如果這個挪用 剛好又跟貪污之類條例 之間有涉及到關聯性的話 那就可以解釋說 法院甚至是我們講的 檢察官認定說包括李文中 他在違背公司的時候 很有可能 他跟所謂的犯罪所得 甚至是賄賂所得 之間是有高度的勾及跟關聯性 那我跟你講 只要這一條插下去 只要這一條一破案 我跟你講完全一網打進 保德哥 骨牌就倒了 骨牌倒了 對 可能是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可能 一瞬間就會大煞蛋開花 謝宇鳳 現在真的骨牌在情島當中嗎 現在真的要血流成河了嗎 從這兩個人的財地書來講 金流跟行賄的對象 已經看出來了嗎 已經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現在李文中在北檢的 一個認定來講 他就是一個白手套 那這個白手套後面是誰呢 其實應該就是柯文哲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地方 你犯了這個貪污自罪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 這一個部分 其實李文中 他不一定是要在任公職的時候 如果他是當家的白手套 如果真的是柯文哲主席 只要柯文哲主席 當時候他做的是公務人員的話 那李文中你就中了 然後呢為什麼可以說他是白手套 因為他還犯了一個刑法 第342條的背信罪 你到背信罪 你一定要有一個委任行為 而他以前做的什麼 辦公室主任 北捷董事長 競選總幹事 所以 背信罪要有一個委任 背信罪不會單獨發生這個罪 也就是說我後面有一個老闆 有一個老闆 所以呢 以這兩條來講的話 李文中的一個白手套的一個身份犯 應該確定的沒有問題 然後呢 朱雅虎呢 他已經坦誠囉 沒有看過人家這麼快的 我告訴你 兄弟你一定要撐住 你至少你進去積壓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社會的美感嘛 你坦誠 你今天還是坐球車 你不會回去 你不會回去吃晚餐的 所以呢 你今天一定跟檢察官說 你讓我再想想 你至少第二次第三次 借題的時候 你在攪軟 沒有看過這一首 竟然還沒有裁定積壓 你就已經攪軟了 他已經坦誠他有給錢了 可是這兩個人來講 你在看過去 你以為是同案被告 其實他們現在的心情 完全不一樣 我告訴你 朱雅虎雖然帶著護妖 腳步藍山 你現在在北索來講 他是最輕鬆的 他未來一片光明啊 他最慘的一件事情 就是積壓 你知道寶傑哥為什麼嗎 你這個東西來講 雖然看這個 這個是第十一條 第四項 第一項 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賄 犯罪嫌疑重大 可是你知道嗎 你在往下去看的 他的第五條是什麼 你這個自首免除其刑 偵查或自白的 減輕或免除其刑 他已經可以拚免除其刑 他沒事了兄弟 你就算是真的處其刑 也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大家想知道 這都是清罪 如果這樣子 我可以判個一年 我跟你判個緩刑都可能 所以 竟然朱雅虎 為什麼趕快招 因為我就是要拚免 不要被關 他不用被關了 寶傑哥 他在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 他還沒到審判 他偵查的時候 報告長官 我幹的 他已經交代清楚了 而且他這個交代 可以把他再解析在 成績上面的話 不是空口說白話 我說我記得我有給誰 他一定是人地實施物 搞不好 連匯款或者是現場的機制 他都已經交出來了 他要拚的就是免除其刑 你說他已經全招了 他已經全招了 他沒有要跟你拚那種 減輕其刑的 他不想要關的 在講朱雅虎 他說原來他們家的人 都在國外 他所有的 他為什麼要把他羈押 是因為你的人都在國外 你有在國外生活的能力 同樣的 我今天如果全部招了 沒有關係 我腳底抹油 我跑掉 我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我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出賣了 我還是可以活下去 所以現在來講 所有人最輕鬆的 就是朱雅虎 在羈押境界的期間 就是他最辛苦的一個時候 等到交保 或是等到疑神到院方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事了 在他面前的是 最慘最慘的是減輕其刑 而減輕其刑呢 可能一年可能兩年可能三年 那那個假釋很快就出來了 他很有可能就是減輕 他很有可能就是免除其刑 就是不用關了 而另外一個李文中呢 李文中現在被北檢卡得死死的 他是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那你現在來講 到底是要公出來 還是不公出來 我覺得對李文中來講 現在才是真的是天人交戰的時刻 好 蘇萍 今天這個出來了以後 你剛剛講的 這個拼圖 真的慢慢在拼圖當中 而且這個骨牌 真的在一個一個傾倒當中 剛剛才問說 金華珍怎麼突然跑出那個監察人 這個監察人 你又沒有捐款 你為什麼被列為被告 現在大家查出來 你們查出來了 范雅琦她居然是李文中的秘書 是 李文中的秘書 竟然可以當金華城的監察人 她是不是金華城的監察人代查 不過她應該是北捷的時候 李文中的秘書 所以范雅琦之所以會被列被告 非常有可能是李文中 在擔任北捷董事長的時候的 背信相關事件 所以已經不是木可的背信 已經進展到 她在擔任北捷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可能作有相關作為 是違反背信的 所以這個時間拉得這麼長 居然從 你當所謂的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市長辦公室的顧問 一直到你的北捷 現在原來我們檢調單位 查的時間需有這麼長 是 所以我們剛開始 在看的時候就想說 李文中怎麼會跟金華城有關 結果現在如果連范雅琦 是台北市捷運公司的員工 而且過去是李文中的秘書 他都被列為背信的相關被告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案子在查 已經不是只查金華城了 是查一系列 而且因為李文中那時候 在擔任北捷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辦公室啊 還有淑慧辦公室 一天到晚接到超多爆料的啊 包含他用什麼公款啊 去修房子啊 給自己蓋啦 利用他自己的職權去賣咖啡啦 甚至跟廠商在那邊 滴那滑滴等等的這些事情 一頭拉股 所以現在辦李文中的部分 不是只辦金華城 也不是只辦大巨蛋 是他擔任柯 他到了台北市政府 擔任柯文哲顧問之後 所承接的所有的業務的 妹妹角角都在裡面嘛 所以這查下去 我告訴你真的不得了 所以他一路走來 劣跡斑斑 一路走來 搞不好都有違反 是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李文中那時候 在台北市 為什麼可以這樣 跟螃蟹一樣橫著走 因為後面有他50年的同學 在給他靠嘛 柯文哲給他靠啊 柯文哲要跟哪一個財團 見面的時候 李文中先去前崩部隊 先去打點關係嘛 所以現在李文中被列為 這個案子裡面 重要的一個人物的時候 民眾黨還繼續切割他 我真的覺得 這個民眾黨真的是 親給他 不知道是嗎 你說李文中會知道 柯文哲所有的金融網 你要想說李文中 李文中以前是 所謂的科技業的大老闆 他光他自己把這個 他的公司處分掉 他下半輩子 其實是都不用賺錢的 是沒有問題的 他幫你柯文哲 來當你的顧問 來當你的這個董事長 其實為了就是幫柯文哲 打點好這些政商關係嘛 那現在出事了 你把我做切割 你你你你 我認為李文中不會扛啦 不過我要更更更更 進一步的去回頭看就是說 柯文哲在這個整個案子裡面的發展 讓人家非常訝異的是什麼 他跟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剛開始他們都講說 我不知道啊 我都不懂啊 我都沒有專業啊 可是現在你知道嗎 四叉貓在禮拜五 金華城的同仁 七個人被列為被告之後 進一步的去查 這七個人都在 2020年的3月24號到3月26號 密集了捐款的上限30萬 給民眾黨 那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在回對過去 所有的資料裡面 你就覺得好可怕啊 柯文哲跟金華城是 柯文哲做一個動作 金華城就有一筆錢 柯文哲做一個動作 金華城就有一筆錢 怎麼說呢 你看喔 金華城是在3月17號 把陳情書送到台北市政府的 3月20號 柯文哲交辦都發局陳情書 然後都發局咧 在3月23號的時候 就起草成行書 你知道這中間只有 差了兩天 這兩天是3月21號 跟3月22號 你知道3月21號 跟22號禮拜幾 你知道嗎 禮拜六禮拜天耶 禮拜五搜案 禮拜五就 禮拜一就起草好了 就等著給金華城 哪有這麼快神速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 3月26號黃錦茂 3月23號已經朝你完了對不對 對 都發局的局長 一直到3月26號的晚上5點05分 才核定金華城的公文 大家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3月23號 就已經請你好了 3月26號局長才核咧 現在看來 這段時間 就是在等這7個員工 把匯款匯進去啊 所以市長一面交辦 清華城的陳情書 對 民眾黨的黨庫 一面就收威京員工的捐款 你說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零貨良氣 這真的讓人 真的非常訝異耶 就是每一個動作 它都有價錢的嗎 這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柯文哲過去說啊什麼 財團啊都刀叉吃人肉 結果沒有想到 你比財團 你比刀叉吃人肉的 還要更可怕耶 你是直接用手拿耶 而且除了這個時間點之外 另外去對比出來 A 陳佩琦在ATM存款的時間 是3月10號到4月14號耶 4月14號是什麼日子 4月14號是柯文哲內簽 要求都發局把金華成案 直接送到都委會簽合的日子 所以你看每一個日子 每做的一件事情 它後面都有金流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會不會挫著一戰 當然挫著一戰啊 會不會沒辦法交代 當然沒辦法交代啊 所以只能胡周嘛 就說我都是這個公開的啊 政治現金都是這個公開透明的 但是這一些公開透明的錢 如果是來自柯文哲違法 送給金華成龍基 再怎樣都是違法的 好 武統你說辦到這個時刻 你還收押人 辦到這個時刻還有新的證據 代表這個案子已經開花了 這個案子柯文哲已經跑不掉了 對 我今天跟吳宗憲立委 有請教這個事情 他說到這個階段還能收押 還有收押 還有能力收押人的話 表示這個案子 這個對被告非常不利 因為一直有新的東西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朱雅虎已經承認 承認他有行貴的事實 那就問一個問題 給誰 那個錢誰給他的 錢誰給朱雅虎的 那朱雅虎錢給誰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錢怎麼來怎麼走 我就關心的是 朱雅虎會不會拿薪水去行貴 當然不會 那誰給他錢 小省給他 對 小省給他錢 所以朱雅虎有沒有可能扛下來說 這個行貴我一個人幹的 跟小省無關 當然不可能 他扛不下來嘛 他扛不下來的時候 他認罪了對不對 他認罪的時候小省認罪 小省非認不可啊 那沈雅虎認的話問題多嚴重你知道嗎 多嚴重 八百四的非了嘛 犯罪了嘛 對 你要守八百四 守沈雅虎從頭到尾不認罪的理由啊 八百四的容積率 就是為了八百四容積率嘛 現在朱雅虎一認 這個骨牌馬上推到沈雅虎 你到底認不認 對不對 所以除非朱雅虎帶走 從頭我一個人幹的 錢也是我的 我又講不通嘛 他如果帶走 現在就不會認了 金流 因為金流 那個錢是從公司怎麼出來 怎麼到裡面去 所以那個東西的來源 就是在日據小省 那他今天認了嘛 他認了 認了是給的 給的他是行貴的嘛 這個行貴這個動作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認罪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推斷 這個案子變成一個犯罪行為 大概確定 確定的話 我只關心錢嘛 就是八百四的容積率 能不能保住 大有疑問嘛 對不對 所以那沈金晶有沒有必要 還要一直在維護這個 不願意咬柯文哲 那這個就動搖了嘛 這個基礎動搖 這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我們現在講的 另外一個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這個人 我跟他見過好幾次面 特朗普在台北市政府 當這個柯文哲辦公室 我就見過他 對 那不熟 但是我了解這個人 那個檢察官拿了資料給他看 對 他否認嘛 他否認就是收押禁見 收押禁見 我還是講李文中 大概一個禮拜 他就會通常 一個禮拜 因為你知道嗎 我這兩天為這個事情 我特別找了一個 也跟一個 曾經有被收押禁見的人 談過 你知道嗎 一個朋友我就問他 我說當時你們收押禁見 是什麼情況 他說我跟妳講很簡單 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兩個人間 一個是三個人間 所以兩個人呢 兩個人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家兩個 你知道 平常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手要這樣併放著 那個手如果 弓到這一下的話 對方就醒了 他完全沒有辦法睡著 就貼著 就是手上那一下就醒來了 他就很痛苦 然後兩個人很痛苦 不能翻身 他們翻身 手會碰到 就晚上醒過來了 然後兩個人在裡面講話 在裡面講話 講話講 一開始第一個禮拜還可以的 到第二個禮拜 話都講完了 沒辦法講了 沒有話講了 那沒話講了 怎麼辦你知道嗎 他想了一招 又跟 因為關係不錯嘛 就跟那個御方講說 再加一個人進來 三個人講 三個人講起來 又有話又多了一點 所以這個 我看李文中頂不住 李文中頂不住 好 那我現在講那麼多 所以只有柯文哲這種 才在裡面活得下去 柯文哲如魚得水 對 因為他不跟他講話的 對不對 他是活在自己的天地裡面 那柯文哲跟別人不一樣 除了柯文哲這種人以外 其他每一個人都要跟他講話 痛苦不感 那我現在講李文中這個人 第三個 我認為說他的問題非常嚴重 他大概兩個禮拜就投降了 一兩個禮拜就投降 投降的話 李文中多重要你知道嗎 所有柯文哲的私人的仗 全部都是他理的 我都懷疑當時 那個你講的那個 林周明去咬他有沒有 對 就當時他代表柯文哲 去跟遠雄談判的啊 遠雄跟他有沒有案盤 不知道嘛 所以今天這個李文中 如果要投降 要當污點證人的話 那個才是真正的大炸彈啊 那就把柯文哲這幾年來的 所有爛事情全部爆出來 對 因為那都是金流 沒像是金流 那檢察官不會放過他 你要講的越多 坦白從寬 抗拒從緣嘛 對 所以李文中才是 治柯文哲於此地的一個 關鍵人物啊 因為這不 我們不要談金流浩城 大小案件 狗壁倒閘 都有 都是他幹的嘛 都是他幹的嘛 所以他弄了一堆錢 都是他在搞錢 那李文中這個很好 端端在大陸做生意 對 大家同學要叫他回來幹什麼 他也沒有專業 他也沒有當過公務員 他懂什麼東西 懂企業管理嗎 搞錢 所以現在這個事情難看待 最後李文中一筆爛 所以檢察官如果願意接受 李文中當污點證人的話 柯文哲那個金流的事情 通通曝光 我告訴你 爛得臭不可聞 對 包括我講的 我朋友給他一千萬的事情 一千萬 通通都加什麼 他都有帳 所以李文中的重要性 他是一個真正最大的一個炸彈 會把柯文哲炸得尸骨無存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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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